聯賽的Judy Osprey 今天面題為《大灣區發展不能解決香港青年向上流動的困惑》 現在首先介紹雙方軍賽的學校 正方是伏瑞女書院 主編 林家衛同學 一副 陳無希同學 一副 廖錦瑩同學 一副 廖錦瑞同學 不是 廖錦瑞 廖錦瑞 法科是 朱金中學 主編是 徐苑廷同學 軍戶是 鄺青郎同學 二副是 榮詩同學 司機是 鄧榮一同學 現在請來介紹今場的評判 今場請來為我們擔任同學工作 首先是 康汶文 康汶文小姐 第二位是 蘭海堯老師 第三位是 楊宇軒老師 好 現在宣布這個比賽的規矩 本場比賽勝負將我三位評判的票數決定 在我一個評判分子上獲得較高分的一隊 就可以獲得我評判的一票 總票數較高一方為成方 本場亦都接最佳辯論員 由三位評判賽後 眾官八位辯論的選場表演 於次序提名三人 三者各入網次序得三分、兩分、一分 最後獲得最高分的一位是最佳辯論員 比賽進行期間 台上一切的發言軍也遠遠進行 除了專有名詞和入名 而台上辯論與台下公眾之間 亦都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提示 如果發生上述的情況 在座的日子可以向本人提出 本人的徵書和演奏有關的對不可未透分 雙方的主編和結編 各有四分鐘的時間發言 負面就有三分鐘 在正式發言前 雙方計時緣點頭事業 待計時緣點頭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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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開始發言 發言時間緣結前三十秒 計時緣點頭事業 到發言時間結束 後便會連續定量 發言時間結束15秒 便會有補充時間 如果過了15秒 變成圓形而不停止發言 將會作超時計算 每過5秒便會扣一分 不作5秒便當作5秒計算 在轉換環節後 有公面的環節 由正方任何一天挑選 反方任何一天質詢 發言時間為2小時 正方可以隨意質詢反方 和面提相關的任何問題 反方只有偶答 不可以發問 而正方亦可隨時打斷反方的問題 加以追問 反方被打斷時 必須停止發言 如果反方違反上述的規定 評判是有緣自由扣分 即使時間緣結前三十秒 計算完將名中一定 多發定時間結束 計算將會連續名中兩下 計算雙方不論誰是提問的 或者回答的 都要即時停止發言 之後就交換位置 由反方任何人 選擇正方任何人的質詢 規矩是相同的 如果比賽中間有任何人 特發成方 本人有權 暫停比賽 再加上三位任何人才決 請問雙方有任何問題 我想再確定一次 即是男方的位置 由對方挑選 是的 首先是由正方選反方 任何位同學 盡量質詢 然後完結這個環節 就到反方 選入正方任何位同學 盡量質詢 雙方是各有兩分鐘的質詢時間的 再次問一次 雙方對於錯規矩有任何的疑問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比賽正式開始 現在請正方的主便發言 不理由四分鐘的時間 除非好實用的詳細 定 主席評判 有關同學 進行為大家好 首先請容許各位 今天面對中的重要字眼下定義 青年 根據聯合國和青年事務委員會 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念 是指15至54歲的人 大灣區 是指香港、澳門兩個特區 以及廣東省九個城市 總理李克強 在距離政府工作報告中 提出不夠制定 越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以提升港澳在國家的經濟地位 和功能 向上流動 根據立法會未宣傳資料研究組 香港的社會流動簡報 是指提升社會階層 通常以收入、教育及就業變動為象徵 根據青年事務委員會的香港青年統計資料 數據趨勢分析 青年薪金 1996年起18年上升不足兩成 但本地生產總值上升超過八成 港大於2010年 進行修入階梯的調查亦指出 超過六成人工作五年之後 仍然在同一個收入組別 收入未能向上 令青年與父母同住比例 亦都上升至95% 這個衡量編題成立與否 就要衡量到大灣區發展 能否幫助到香港青年提升起學業 思念居住的發展 和何方贊成編題 原因有二 第一 適合三地差異 青年難以適應 去年香港廣東青年總會 於明會智夫組的研究報告 只有不足本數青年聽過大灣區發展計劃 香港青年對計劃的方向、理念和目標都不理解 去大灣區是發展還是冒險 即使對大灣區良有所聞 香港青年亦受制於大灣區本身的限制 基於一國兩制 分別於香港和澳門實施 大灣區涉及三種不同的社會和經濟制度 令香港青年不想發展 需要康復和差異 香港青年如果要讀書 民間是直接報名的大灣區高校中只有兩制 要就業 亦要問參不參加內地社報 而兩地起法制和言論管制的差異 例如可不可以使用社交媒體 就令香港青年更難適應 教了前有一批折江企業來港舉辦招聘會 希望招攬二千名香港優材 結果面試的大部份都是內地來港的學生 正正反映了實況 我去幾十年但我去一直歡迎香港人物想發展 香港貴珠三國範珠三國的概念 當兩地差異任職來 請問有方同學 大灣區概念 如何收窄差異呢 第二 兩地各有挑戰 青年上流不宜 香港青年前的大灣區 不代表香港面對的問題會消失 香港青年門後公屋要幾十年 營購聖一輪對目就超顏 營購三十六倍 但大灣區呢 根據重量元巷大中文區物業摘要 去年底深圳單位平均售價 居民四十六年來的平均收入 然高於香港的十九年 但要起教員的銷興 衛州買便宜 就要賺多地較低的工資 上位為何會容易了 即使願意北上寬東 而要面對大灣區不計外省人 過千萬人的極點競爭 上位又怎會容易了呢 過分香港青年甚至就業難以上升 但不可能會考慮初業 但一地成功低解決不了多時的均局 以來香港青年過關收入雙方文科 難以投入深圳的創科發展 所謂能發展 青年不何上位 再想問有方同學一條問題 全國大灣區發展 機會是會多了 但競爭對手也同時會隨之多了 請問有方同學 現在想開會宜座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 所謂的時間是三分五十三 沒有過時 不須被扣分 現在請反方主編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排時間 準備好正門就是不止 謝謝 謝謝 主持評判 再者各位 大家好 首先補充有方的定義 所謂向上流動 根據自經研究中心所言 提示社會階層和地位的向上流動 其量度指標是包括 收入的增加 職位的晉升 和資產的內增 現時香港青年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 面對兩大暗動 第一 道斷職位供不應求 青年的專業技能和職業 並不相關 同學發揮創能 但已向上流動 應用立法會秘書處 在16年發表的人力資源報告指出 高等職位的創作速度 未能跟上人力發資源 以創新科技業和資訊科技業為例 由於缺乏政府和企業的支持 加上資金投入不足 導致相關職位短缺 但擁有科員或者資訊科技專業的青年人 只可以從事專業和相關的工作 未能白費所採用造成 向上流動的分工 第二 香港的生活環境艱難 根據經濟學人 在17年發表的全球生活成本檢查指出 香港的生活物價指數 是位列全球第二 而且是連續百年位列全球樓價最貴的城市 以至青年的薪金 差不多全部用了日常開支和租金 難以儲蓄和累積資金 綠色資產和民可以提升社經濟衛免 並向上流動 簡而言之 青年向上流動分工 主要是因為生活環境難以改變 及自身能力難以適應 因此 雙方普通編題在於 香港新年度大環境發展 能否改變難以發展的客觀環境 並且用有更多發展創造的機會 我方反對編題 原因有二 第一 改變客觀環境 解決向上流動分工 香港樓價高 租金高 物價貴 令清潔不爭極為沉重 但在大環區發展可以改變客觀環境 在樓價和租金方面 根據中原地產和防天下網的數據出 大環區樓和商務評判赤價比香港便宜 而在大環區十個城市的生活物價指數 都是比香港低 因此 香港新年可以減輕生活負擔 香港擁有更多的創業條件和發展機會 以從事建材業務的香港青年李宏允 她說17年1月提告大環區的機遇 入住深圳灣的騰訊重創空間 透過進口海外的環保建築材 和VI展示廠 裝飾 成功開創事業 並且莫得負爾同音 由此可見 大環區地區 比香港的發展條件更加 青年在生活負擔較輕的情況下 擁有更多的創業機會 解決向上流動的運動 第二 更多機遇發揮所長 根據青年研究中心報告指出 現時香港各大院校 平均每年培養六支名會 投身創新科技的畢業生 但因為香港缺乏創科等 新型產業的職位 故此大量畢業生難以投入 屬於自己專業範疇的職業 在增多俗小的情況下 青年發展空間和進職空間都較窄 難以向上流動 相反 大環區市場 有香港大 而且重新發展金融力創作 但在深圳就已經有5500間公司 並且放青人才 正是涉及在香港文化 屬於商業專業的人 職業的青年 讓他們可以發揮所採 擁有更加的向上流動的機會 解決當下的運動 最後想問有方 你們今天可以這樣認為 青年在香港很難以向上流動 無時沒有了機會 處處的大環區 亦都是走不出運動 請問有方 你們是否認為香港青年的文化 就出運動 否則你們有今後的方法 可以解決向上流動 運動的問題 多謝各位 好 凡方5秒 足夠3萬39秒 補過時 不需要被抗分 現在進入 這個我的質疏環節 就請正方 首先派錯位 跌緣質疏 現在請你挑選凡方 因為跌緣質疏 我挑選凡方 好 反方轉變 你將會有兩分鐘的快速時間 最有掌握的事件 令 有方應不認同 現在青年在香港 認同 你認為這個情況是否解決不到 不是解決不到 是需要一些 就像大環區那樣的方法去解決 現在我看到大環區的情況 他們的保存全光 他們的以前人 有幫助 為甚麼今天又可以 大環區很全量的 幫助年輕人 我們今天看到 正正香港年輕人 現在年輕人面對的困局 就是他們的生活環境 沒有辦法去改善 大環區的機會會增加 但如果他們去多久的話 其實大環區本身有很多人 如果他們競爭 他們想要增加 他們也難找到公民的身份 我認同 跟大環區當然也有競爭 但問題是香港自己競爭很大 但是大環的市場更大 大環區也會令到 後面回到香港青年的人 跟大環區每人競爭職位 好 本身在香港 他們也要跟其他人競爭職位 但相反他們去到大環區 因為市場大了 他們也有更多人 大環區當然大了市場 立了所有的機會 但也沒有很多人去競爭 一般人仍然是 上面多了 香港日常 香港人才有自身優勢 因為一句 騰訊的主席劉始平 有講過 香港人才因為有國際快事 和他們熟悉中國 所以比起岸國人才 他們會偏向形成這個香港人才 所以香港人才 是否沒有競爭 他也有自身的優勢 但現在我們看到 現在他們香港大環區的人 做從事的行業 是跟著服務業 但如果去到深圳和廣州 他們多發展科技創 科技創新行業 現在我們看到香港人 都是零件一個巴士 人從事科技創新行業 請問證明 那些人會做甚麼工作 在上大環區 有問題 這就知道 因為我發現現在 會發生的問題 就是很少人可以 從事這些科技行業 但我們香港 其實有很多科技人 就讀了 在大陸就讀了這個 但香港人只有零件 一個巴士的人 從事創新科 因為現在香港創新科技 這方面的職位是少 所以我只是想發展 正方 正方 時間移動 現在有請板方 各位 臉書 板方移戶 請你教委 臉書 臉書 我想選正方移戶 正方移戶 簽罷 最後兩天時間 準備好持續àn事件 正 正 正 因此 任何香港青年開所 實力的份部 和助於新金提升不來 等於 正方移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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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還會有機緣不足 和生活 和生活元素 和的問題 正方移戶 我們認同 有機緣不足 如果要解決這個機遇接著的問題 不去打壓發展的地方有甚麼方案呢 我們的責任不是 我們只是需要反對打壓區 不去發展的地方 需要去進行的方案 其實可能有方 我提不出一個需要的方案 有方的第一個論點就是 三地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香港才很難適應 是不是呢 是 如果很難適應 其實我們去美國做事也很難適應 因為美國水準跟我們很不同 所以你認為明天可以留在香港 是否所有年輕人 在有一個立場都一定會在香港 不可以走出去呢 不是 為甚麼呢 其實差異那麼大 因為香港每一個地方 這個很大的差異 但是他一定要去打壓區 好 所以其實有方一點 講不過去 因為差異大的這個問題 每一個地方都出現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大灣的問題 可能有方的第二個論點就是上 這個在做大灣區上才未必要跌 想問一下 這個大灣區的很多名字 我們現在看到不是明天的大灣區 而是幾千人議員 他們有些機會就是抗拒上去 大灣去拿去 連工資份年輕人如何抗拒 可不可以給出一個數據嗎 根據調查 其實年輕人去抗拒 去大灣 大灣 好 其實呢 有甚麼行李 我跟妳講講現況 正面單單是深圳前海這個城市 已經有158間在香港 才製作的公司 那想問一下 如果香港才製作真的抗拒 現在我已經有158間公司在 然後這些公司員隊 他們連口都上去 他們已經上去去創業 香港才製作的業 我們香港才製作真平看 他們現場 那些公司都是個月禮止 但剛剛都更大 158間公司原來是個月禮止 好 不確實是有個同學 那我想問一下 第三個禮止 多數不少 總共在這製作 雙方文科的人 可能是大陸有機會的 謝謝 多謝 反正真實事件結束 現在有請正方應付分 有3分鐘的懷疑時間 准許好儘量計時指 定 主席評判 有幫同學 就各位大家 聽完有幫說完的事 就是講完之後 有幫同學說到在大陸創業 好像是很容易的事 但其實有沒有想過 創業的成功率是多麼低呢 越繁榮的地方就越多人幫助 就越多人成功 但是同時間 這種今年很貴 年輕人根本應付不到 還有你所說的那一百 這間公司 其實是因為可能他們有家長 在背後資助 但我們現在說的是 不只是年輕人自己上去 然後不是很多人可以 應付到這麼貴的創業成本 我們的總理理肯定也提出過 但大灣區的主要目的 是要推動中國內地和香港 澳門兩個地區的合作 研究控制令 越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以此提升中國的整體經濟增長 可見成立大灣區的主要目的 和青年發展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再者 今天我們看到經濟的增長 和青年流動的方向不成正比 就算經濟有多蓬勃 年輕人都未必能夠向上流動 其實香港和外地都是各有好處 兩地同事都不能解決青年的困局 舉個例子 青年在東盤賣到樓 東盤的工作機會不定都比香港少 就算找到工作 青年都會選擇香港比較高的人工 大灣區的工作機會不多 但是大灣區工作的人也很多 因此競爭職位的人都會按比例上升 可以提供足夠的工作 或者升職機會給年輕人 另外經常上總會有較資深的上司 減低了年輕人升職的機會 還有當香港的青年到大灣區買樓的時候 大灣區的青年都會到香港買樓 只不過只是讓兩地的青年交換生活環境 買不到樓 他們向上流運不到的情況依然無改變樓 根本就是多次一舉 就算大灣區發展依然不滿都好 都不會解決香港港大青年的困局 謝謝各位 請倒數 警方接觸所usting由2分28秒 補過時未必補分 請防方接觸發言 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整項計時1分 判定 提 主席評君, 各位 今天有方同學認為香港青年不應該去大灣區發展 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適應大灣區的體制 包括政治或者稅收等等 因為與香港是有差別的 但有方同學其實無法適應 只不過是一個藉口 每個人都需要時間去適應 部分願意踏出第一步的青年的適應後都事業有成 就好像80後的港人陳昇 在進駐了深圳任務工場的香港創創紀業 去創業不到一年之後 去創業的骨頭、灰塵品牌、韓國科技 不到一年就獲得手禮民資五千萬人民幣 如果去不去發展都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難道所有香港的人才都會因為沒有辦法適應 而不出走香港嗎? 還有這些體制其實都可以透過與政府商量去逐漸改善 就好像前海的稅收計法 為了吸納香港的人才 由先制後還的稅務優惠 加稅一支是 加稅之後這一年會將15萬元的稅房規範 協助港青適應當地的環境 吸引更多的青年去當地創業和發展 幫助他們解決難以向上流動的困局 同時有可能我都覺得 大安區的客觀條件是不會比香港更差 但其實當地的各種工作 充其量月薪和香港差不多 但絕對不會比香港少 而且當地的生活物價低 是有助青年累積資產 也解決難以向上流動的困局 就我方明白 要解決香港青年向上流動的困局 才能想到一個可以給他們進展所長的機遇 而青年在香港面對的難題就是可窗戶到光年 大畢業一刻由於專業和高端職位甚少 所以只能夠從事和自己專業知識相符的職位 難以向上流動 但去到大安區發展就可以對值下落 除了我方主編講過大安區大力發展創新科技 以香港相關的人才過剩之餘 在其他專業服務領域之上也有機會處處 例如在廣州和跨境銀流、電子商網、國際匯電 在兩方面就缺乏50萬的高級本氣人才 而同時香港會計師、測能師、評估師等的專業人才 在內地都越來越受重視 成為了大安區發展可 來能夠令專裁發揮自己的專業知識 而且內地科研和民電子商網的市場廣大 政府將科研食業視為龍頭網業 願意投放大兩月資金特朗職位 因此不少內地公司如華偉 在國際騰訊科研人員的月薪由2萬至8萬不等 相反香港科研人員薪金低至8千元 可見到大安區發展機會更多 新成為低度 解決能以向上流動的公告 況且在大安區工作 能夠保證有更加全面的福利和優越待遇 即現前幾年都教香港平房 根據董科研前院長徐雅之教授 在香港創新科研業概科研究報告中指出 外地看行幾多層次人才的進計劃 安排人材在大學和科研機構 各人建議擔任專業或秘書的職位 政府還會提供國外保險和津貼 甚至是一百萬的免稅初贓資金 這些福利和資金 可以保證香港青年的生活質素和前途 減少他們的生活負擔 遇上他們的累積資產 解決他們的向上學能去韓國 因此今天的電台最不適合 多謝 本一部首的時間為3分10秒 沒有過線 不須被合分 接著一場 接著一場 接著我們有請正方二部責任 還有3分鐘的懷疑時間 準備好正向計數字 寶貞 主席、評判、有幫助 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我剛所見到的情況 是減少很長光 跟年青人 但香港年青人願意不上的情況 我剛才說得這麼狠狠 首先我想補充一下 除了沿港澳大灣區 世界各地的東匯區 現在按照最排名 位於日本的東京灣區排名第一 東京灣區主要產業是汽車和石化 排名第二就是紐約灣區 它們分裂做金融製造業 和紐約建立的交通和水平的高教育 排名第三就是舊金山灣區 它就發展創新科技和專業服務行業 而排名第四就是沿港澳大灣區 雖然世界各地的東匯區 都有它們專注發展的行業 但我們大家看到的情況是 等年青人的年齡層來說 根本沒有去做汽車和石化 或者做一些金融服務業 而且還要去大灣區做這些事情 它們甚至會根據我方主編和一部所幫 抗拒上大灣區發展 根據2016年中央政策組做的 香港城市面對中國內地的感官研究 它們分別不願意上內地就業的原因 一就是生活質素差 它們認為當外地的食物 家庭質素和治安醫院都被香港差 所以不願意上去 而工作地位低和人工低 它們認為上去之後做到工作的地位 就算做到好工職位都會有低 人工低 我們見到青少年在深圳平均的工資只有五千多港元 而在香港都是一萬多元 所以現在香港的人工是高過深圳 第三的動資認識甚少 剛才有些人還說全年複比 但我們見現在年輕人認為當地的動資很少 當他們做超時工作之後 就能得到賠償或者拿回三倍的工資 第四 它們離香港很遠 因為要想內地可能經過交通或不同的情況 跟香港距離很遠 要離香港城鎮 還要去一些生活質素差 地位低的地方 當然不願意 但是在地經濟樂觀 政治悲觀 現在民主意識越來越強 要去到一個正式地 那麼差的地方工作 當然不願意 根據官報告 它們願意到當地工作的人 只有37.4% 而願意去升學的人 只有29% 可能認為當地的抗力武器 就勝出他們願意上去發展 總配置業 我方反對大灣都有優勢 但是這些優勢 對連制力向上流行來說 是沒有幫助的 而且就算大灣 它真的有幫忙所感到這麼好 那為什麼現在我們沒有什麼 會見到年輕人去上面發展 現在可以開放給他們發展嗎 是否因為抗拒呢 先有幫忙來申出最好機會 有幫忙 多謝大家 正方二負喪治 約兩分48秒 無過時 準備9分 現在請反方二負閉 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還有時間的成事 停 好 明白 還要說大家好 今天有幫忙說出了幾個論語 就是做一個主事 第一個論語 其實關於兩地猜疑 我方已經找出一個問題 有幫忙就退了 他就說其實不是猜疑問題 是青年是不想上去的 其實青年不想上去的原因是什麼 他先提出一個調查 其實很多青年都不想上去的 首先我方質疑 其實這個調查基數有多少 代表香港有多少的青年 香港青年上去 這個大關注創業的例子 我方已經給了你 會否是我方方面 所說是青年理警署 或是我方一副所說的青年 陳生等等 這些都是香港大人創業的例子 其實看到創業的例子 這麼多的時候 跟很多個方說了 其實在前台的158間 是香港青年創新科的公司 我們看到已經不少青年上去 還要是創業的時候 為什麼有方還要基於一個 不知是哪裏的調查 和我方說青年都不想上去呢 可能有方說 其實由深圳 這個人工比較低 所以這可能是一個 不吸引保險的原因 首先 其實你講這些五大圍署 很多時候都覺得青年的不觀感 是不是代表大灣有幾個地方 我方見到不是 再說看現況 覺得人工是否真的那麼低 見到不是 因為在香港 我們還有很多科研人員 我們剛出來 人工最低的就是百分百分百 大陸的就是一萬六大圈的問題 大陸的起跳的深圳 例如華為 坐在華為 這些公司 它可以用百萬分去請他們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因為大陸 你為什麼要做事這個科研的時候 去做事這批人才 去肯請一個 除了高薪金去請人的時候 我方見到的是 無論是 我方見到其實 他上樓 他也有很好的機遇 我可能他有分道 其實上樓 他可能會有些進升的進步 因為競爭也很大 那就是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不是只看一看競爭的 因為大陸不止一轉 因為現在大灣區 最需要的是一些創科的人才 而香港其實不可能是科大 港大 這些是風利科上面 技工科上面 都是全球的 是他們的前茅 我們見到就是香港人才 就是貼合了大陸的所需要的人 所以即使可能競爭是有的 各方都承認 但是問題是 即使有競爭 香港人應該是做到一些高一點的職位 所以首先就配損了一個低的職位的問題 再說其實香港是上樓 如果貼合大陸的需要 我都見到 港人是有一個資本 而且是極競爭的 真的被推出的 那我告訴你 有方其實 今天都有一個律政 都說來的 好像只是律政 就業方面 不太好 但我們看到其實不只是就業 大灣區就是給了一個環境的職位創業 因為有方都看得很秘密 因為有方就覺得 在香港職業是底層的 升不上去的時候 到大陸都不會有任何改變 但其實香港職業可能是香港創業 大灣區就大然被一個 暴創業評伐他們 就好像2017年 國康鑽滅落的香港職業地理樹 就看了大灣區的機遇 開創了一個建材事件 就覺得還在長盛 又好像另一位香港的職業 審陪森 一直在香港都說不得死 他破風沉舟 他到黃真南山之上 雙方議員採用了視野機械公司 成功伸展了多項技術專領 其實這些例子都見到 只要青年肯不走入大灣區 就開張有竹雞方口中的成功 變成功 我們今天要去埋怨香港部機員 不如自己積極走出大灣區 多謝 反方職業所用的時間 是375秒 沒有過世 不須被創分 現在最後自由面對的環節 相當過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正當先派菜委便員首先發言 正方變完發言時 必須站立發言員不 便會立即坐下 正方的計時便會隨即暫停 反方的計時便會立即開始 反方必須即時派人回應 當反方發言員不 反方的計時便會做暫停 正方的計時便會繼續 正方必須派人即時回應 如此類推 如果任何一方的變員未能 有即時回應 計時便會繼續 直至那方有變員 站立發言 並且坐下位置 相當過有3分鐘的時間 每位變員的發言次序和發言 時間不限 當某一方的女性發言 上月30秒的時候 計時便會明鐘一叮 當今天發言時間用盡時 計時便會明鐘兩下 主席將會禁止某一方的變員 繼續發言 並且宣讀另一方餘下的時間 某一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 或是多位變論 完成去發言 直至時間用盡 請問相當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首先有請正方開始 請問 有大灣區前的廣州 還是有大灣區後的 我真的想問 有可能 我看到的是 其實大灣區 就是促進了這個廣州 有快速促進了多地經濟 我們看到 有快速促進一波 有可能 有可能 今天有方說 香港的廣州 香港的廣州 解決不了困局 有大灣區也解決不了困局 那你怎麼才能解決困局呢 從有方任何論者 解決不了的市局嗎 其實今天我認識到 整個大灣區都幫不了 幫不了 可以解決困局 因為香港的困局 不是大灣區可以解決不了的 好 看看廣州 其實看到就是 剛才有幫助這個 當然自己是解決不了的 而又不理出一個方法 你是不是說 方法非常好不準 看看廣州 大灣區是否真的解決不了呢 為何在香港 一直都沒有搞不到機會 例如科技人 去到大陸 就可以有一個 不去大灣區 在2萬塊起床 去到80元的薪金的時候 那是否有算是一個 這個市場的流動提升呢 香港尤其是70萬 今年一部份 創新科技人 可以去大陸 可以去大灣區 去大陸發展 那為何是可以 給予一些機制 如果一陸可以去大陸 可以去大陸發展 謝謝有個同學 承認有一部份的人 是可以讀創科 然後去大陸發展 但是有個同學 但是有個同學 你覺得 有個同學 有個同學 你覺得 有個同學 是港大的青年圍 為你一部份的青年圍 有個同學 你先承認了 有一部份青年圍 已經解決了 保障有個同學 有個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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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 有沒有 有個同學 有個同學 這裏有個同學 因為剛才一小步就不是幫助 因為是廣大的經驗 不是 我幫自己舉例子 因為你說我幫助是廠方廣場 我現在不是跟你說環境 因為我回答過 環境的這些隱藏 是否在香港可以做到甚麼工作 在香港就是很多島嶼 最多可以做一些保育工作 原來只是做保育工作 保育工作的身高是多少 不如有什麼話給我們聽 其實衛生是在香港的人 是身高的 我們講的其實衛生是為什麼用的機器 在香港讀完生物 學我們有這麼多鳥類的時候 可能在香港只能做地質公園到上院 但衛生可能會管理一個園區 或者做旅遊 你可以做更多的管理工作 為什麼衛生可能會做多一個機遇給一些人才呢 今天我剛才看到 其實衛生那裏都有很多這些類似 這些科的人才 所以就更多人認真 可能在香港他們做過保育的人員 可能人屋高過那裏 更多人認真 但我跟台灣都這麼多的城市一面 那為什麼機遇給香港人來香港多呢 因為有這麼多城市 其實有這麼多人 其實都會一天都大競爭 好 我剛才看到的競爭 全部都是差一些最少的高端職位 雖然他們人才多 但他們提供的空位亦都多 為什麼香港人去大海區發展不會有這麼多機遇呢 其實現在香港人不是沒有空位 而是他們的身高不高 而且他們後來的朋友 大家都是做一件事都可能做普通民員 所以如果一旦你們去大灣區都是做一個民員的提供 那就是啦 我剛才跟你說 大灣區有論是官員人員 金融管理 等等人才方面 都有極大的需求時 他們是會願意出現更多人去請的時候 所以他們在香港做一套民員 那你會覺得清廉他們都更加多一個機遇的時候 是不是這些人都更加會發展呢 但是香港也有很多可以讓你做金融工業的這幾個行業 在香港都可以帶來的 沒有辦法是不反對的 有一個會知道 連香港人進正月上的就是金融財 但是金融財最可能有什麼意義呢 因為他們在香港的時候沒有這個份國 我們就覺得他們是一群創國人才 在香港都很時沒有機遇的時候 就去大陸 而大家都想珍視這些人才的時候 為什麼不去大陸發展呢 有空同學退了 剛剛你的問題不單止無達到 再回答你 你說這些光門等的旅遊聖地 可以讓香港人正正 可以讓香港旅遊業的人才去發展 為什麼不提供更好的機遇 更大的香港人 解除香港人的規模呢 他們可以在旅遊業上如何發展呢 其實香港的旅遊園是很復活的 但是在香港復活的關係 可能只是去做導遊或其他事情 因為大陸發明了新的旅遊 其實雙方是人才中 就有點要人才 為什麼可以上大陸發展呢 因為有很多年輕人在香港 都要扛他上演發展 就算上演發展 很多不如都他們喜歡上發展 那些扛他上演都沒有用 香港人正在扛他的行程 我幫他已經說過了 有不少創業成功的例子 都證明了香港才是真的 升低下多數的時間 正如時間結束 現在正方還有 四十三秒的時間 就開始接著重盡的時間 其實今天有分局的例子 從而是針對深圳和澳洲 這兩個經濟發展 接近香港的城市 所以越來越多人都去這兩個地方的時候 令深圳和廣州都變成下一個香港 中間上升人口上漲 那些行政問題 都漸漸發生 好像香港那樣 但其實如果大家都去完 廣州和深圳的話 今天雙方根本就不是林鄭 大陸是怎樣幫到清智 是林鄭究竟這些 廣州和深圳的經濟發展 都接近香港的地方 可以怎樣幫到清智上 海西洋有關的東西林鄭哥你聽的就是 究竟大灣它為何所有地方 例如東莞那樣去 可能中間便宜 但現在東莞那樣的地方 它都可以運動工 可以給香港人 應該要用的數 正方的白癡時間 要不要這樣進 還有我想問 是不是應該 正方所有便宜都要講過一次 因為蔡威是否一樣性 代表取得更容易 中國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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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我跟你講 中國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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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自聞 無 UCLA 美語 中國佑 自由 ligt 民意 社交 中國佑 香港 cent 多曆 美國 幕佑 are 真相隨 宮 これ 呃 有的 現在是自由選項環節結束 現在是見面準備的環節 雙方將隔一分鐘的見面準備時間 辦公見面作業 有四分鐘的時間 有四分鐘的時間 請大家介紹 停 再續各位大家好 其實歸留一下 今天有關游泳到尾都反過不了 我幫你提出這三個現實 首先第一 大灣區的就業機會的確比香港更多 大灣區九個城市加上澳門可以提供的識位 包括高端一點的識位 遠遠比香港三單各省城市提供的更多 第二 今天大灣區的市場比香港更大 也反過不了 第三 大灣區的生活運價指數比香港更低 今天我幫我舉出的自然化 累積資產等等 都已經證明了 其實在大灣區生活的開支會比香港更少 好 今天有方優雷去大灣區發展的優雷是甚麼呢 其實今天我們雙方都同意 現在香港青年只是面對有關不了光 升不到精 累積不到資產的困局 而有方擔心的是青年不能適應 中國的制度會不適應 而且很害怕上的發展 以及怕競爭大 今天有方 我方已經跟有方說過 其實上去大灣區發展的青年是有的 我方也舉過很多個例子 包括是 我方舉出的一些創業的例子等等 但有方跟我就回應說是個別的例子 但其實有方今天 他們所說的青年不願意上去發展的資料 就只是個我們基數都不知道的調查 所以究竟有方今天如何論證到 真的有很多青年不願意上去發展 在見到大灣區有那麼前景 那麼迷朗的時候 他們都不上去發展 所以今天有方是論證不到的 在正今天有方跟我就很喜歡跟我們說 說競爭很大 香港青年上去的時候 都做不到一些高端的職位 但我方在這裡想重生一次 其實香港人才有他們獨特的優勢 包括其實香港的大學 是擠生了世界大學首50名的 而其他在大灣區的城市裡面的大學 都晉升不到 雖然香港人才他們的知識等等 都是比起其他大灣區人才有優勢 而且當我們上去大灣區市場更加大的時候 我們看到九個城市的發展方向都不同 可以提供到不同專業發售的職位 亦都比香港單單一個城市發展金融、旅遊更多 在香港一些本身入力資源 做錯配了的人才 例如一些本身讀科技的去中環園 這些讀科技的人才可以上去大灣區 做一些適合他們的科技職位 這樣才能夠推動這些人才向上流動的方法 其實回歸基本步 究竟今天香港青年面對著一個怎樣的香港呢 留一輩的香港人很喜歡講獅子山下的精神 覺得努力拼搏了就可以成功 然而生活在這一代的年青人 已經不是單靠拼搏就可以向上流動 當他們出道理社會做事 本應該是社會裡面 一個人最充滿活力 鬥志、朝氣撲滅的工作群體 他們辛苦苦讀了四年大學 一生想著可以將自己 當年所學的專業知識貢獻社會 開始為自己人生拼搏的時候 殘酷的社會 主要令你毫無用勞之地 本身讀科技的去做文員 讀工程的變成了售科員 本來的是父母親戚跟你說一句 公理讀了那麼多年書 你竟然走去做文員 市民有哪個青年 不會忍受到心灰而冷呢 面對著競爭激烈若肉強烈的現實社會 固然我們社會不乏一些事業有成的青年 但自然也有一群慘悲淘汰 沒有辦法向上流動的青年 但在序各位 這些淘汰的青年不代表是失敗者 他們可能才華揚益大機會不足 只要他們願意放下自己的心灰意難 憑著一開熱斷踏出香港 他們有大威力闖一闖遍地的機會 和更加輕力的生活負擔 可以帶給他們發揮潛能力的機會 讓他們累積經驗 累積財富慢慢向上流動 青年最大的本錢就是年輕 偏偏有一群青年人 在人生最平安的時期 只可以無奈在香港幾個地方 被社會投行自殺 浪費了大老的青春 今天這群青年人是時候去大灣區 為自己的青春寫上無悔的事 多謝大家 反方正常見面 時間到三分五十三秒 無改善 無需被求分 最後請正當見面作見 只有四十五年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正常的事件 明 正常見面 無可可 買樓 又是我的青年的夢想 這個夢想 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永無刺激的黑洞 一紛紛令人失望的報告指出 青年要買樓 等於是八年不可以 即是八年之後青年都會悼念 各位大家好 對於正常比賽 某觀眾比賽有分的兩大論點 一是要改變一下官環境 二是要在大灣區有這麼多機會 為神秘所長 其實今天有方在青年方 其實今天我方都不收音 有人會成功 會有班聖英 在二年多小小去騰聖工作 我方都不收音 在一百巴仙的念 會有一巴仙的青年 可以成功創業 但其實今天我們要針對的是 廣大的一班青年 而不是一巴仙的青年 今天要討論青年 今天要討論的 不是青年去到大灣區 是贏就是輸 而是要看青年在大灣區裏面 可不可以整體這樣提升 生活質素 其實今天我方都不收音 在大灣區的消費水平是較低 但其實內地的收入 比香港降低的時候 其實內地的收入和消費水平 都不成比例 其實今天有方很討論 究竟青年向上流 和大灣區的好處的關係 今天有方不斷這樣說 究竟大灣區有甚麼好 有甚麼好 有多少機遇 我方都明白 例如大灣區的廠政科技方面 可以發展一日千里 但其實根據香港青年統計資料 概覽數據趨勢分析指出 其實從此這個範圈的青年 只得3.2個巴仙 所以今天有方要證明的是 兩隻之間的關係 其實今天有方說青年不降低 但是在佔中之後 其實香港的古兔主義 越來越上支持 但是那些青年都不停地說 說到說到 根本就抗拒去大灣區發展 還有由於文化差異 例如很多用社交平台等等 都是青年抗拒去大灣區的一大原因 其實青年人最想的 很多自己滿意的生活 香港的確平衡假規 但工資比耐力的城市高 但那區的確那些城市 例如東莞 青年可以買到樓 但在東莞 工作機會特別少 工資特別低 買樓 青年還要應付日常生活的荷市 可見今天有方將青年困體大灣區 這個框框 青年只可以在書院和書院 隨寫 而今天大家都認同 要解決團隊的框高 即要提高青年人的生活質素 為何我們趁青年人更年輕 讓他們作為坐牌呢 青年是社會的棟樑 全群他們在大灣區 為何不讓他們去方案西街 環境可以坐在一面 找我們最慳望和需要的生活呢 謝謝各位 成功結束了 現在我們3分02秒 沒有過節 所以被扣分 給各位電腦 現在聲音打 我們在月圍收得 有些貴一點 然後我們有請 黃文文小姐 她是中文大國前 院議員的前隊員 我簡單說一下 我想到甚麼 不是很有熟悉的 例如說定義 因為都很特別 正常就出來說了 一個很仔細的定義 例如青年的年齡 大灣區 大家是沒有意義的 那些年齡 其實我覺得那些年齡的定義 正峰定義也挺好 因為她這樣的定義 是對她有利的 華方就沒有 她教過15至24歲 但我覺得為何 正峰之行不再拿回這個 我覺得她是有利的 因為其實你們要聽她的行政 和你們的主持有些甚麼 你覺得可以打擊到對方 她反光了落後 說在青年補店 回到去 有些高級高官 即為兩萬到八萬 那些是香港15至14歲的青馬 回到大陸 會請你做的工 但是你正峰 有這麼好的定義 你從來都沒有用過 即是大家去爭辯 好像秋冬比較 去買香港 香港又買幾天 你都爭不得幾次 她又再出來 說有兩萬八都幾 即大家從來都不知道 第一行進行 你真的願意請 這個價錢 起身要不停地強調 但華方都不強很多次 起身是兩萬八的 可以請 但是你們的定義是15至24 當然華方可以去爭辯 青年裏面可以很抱歉 即是華為青年 年青 四十年 都可以說 即是可以爭辯 連爭辯都沒有爭辯 即是那個青年裏面 我覺得挺有趣 然後中間就爭辯了很多人工 人工那樣 其實我覺得 也有依存的資料 可以人數的 但是大家就是 當然我聽到我覺得大家有些不好 好像很靈異 當然是大陸可以拿到一些零工 或者是否香港 即是不就 一出來分業就賣幾元 或者我要在香港的檢查 但是我聽到 就是獨立香港青年去送流動 或者任何人去送流動 尤其是年 但其實說人工 我也是覺得很難看 即是如果他 即很多年輕人去那間大學 那一年 所以他去工作價錢 都是很低的 即是他 但他出現到以後 他可能去告訴 部門主聽說 你見到什麼 你見到這個世界 即是 即我有時候覺得 有時候 有時候 即是 不是每次要看人工的 即是多幾千元 你這份工的其實多幾千元 即好像他去到中場 就要他這十年來 其實多些 不過他要清廉將來的發展 他的眼界 你看他的視野 你的事業上 你認識到你的行業也好 市場也好 即是那種行業也好 那種行業也好 你去看看哪個地方會好些 那種行業也好 你去看哪些地方會好些 那種行業也好 你去看那些行業 你去看那些行業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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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是大家去看廣闊一點 那都是 我留在外國的太多事情 我問不是很有的 即是有一個造成的 我暫時想到 這些 那些錢是給其他人說的 謝謝小姐 現在有請 中文大學辯論隊前隊長 現任華益中學的辯論隊領導師 我們先去看廣闊 好,那我就要今天雙方必願 給兩邊的意見 給兩邊的同學 那就 剛才評判都說了很多的 那我都認同剛才的一些意見 那我想補充一些 我對這個題目的題目 我覺得這個題目呢 正反相關 如果你要論證它 無論是一個解決到 還是解決不到也好 起碼你們有幾點 是要值得討論的 包括第一件事 當然香港現時有什麼困局 第二件事 就是這個困局 和內地可以給到的東西 是否相對應 譬如你定義 香港的困局 假設是假工作很高的 樓價很貴 這些你都有觸碼 或者我們工作的機遇很少 或者人工的增幅是不堅持 那要論證的 就是大灣區 是否可以給到這些 香港現時年輕人上的東西 但是拿不到的東西 好了 那這兩條問題 這兩條問題 第三件事就是 就算內地是給到這些東西 或者整個大灣區 是給到這些東西 香港人年輕人 那是否等於香港年輕人 可以賺的東西 他是否能夠得到這些機率 他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條件 去拿到這些機率 這個是第三個 要解答問題 第四件事 就是他拿到這些機率 是否等於就是流動到 那這就是牽涉到 你對向上流動的定義 和理解 知道到底要去到什麼的地步 才為之他解決了過份的 是否好像反方所說 只要他在香港找不到某些工作 而我回到大灣區 去到那些地方 我找到那些工作 已經在你們的角度 就已經是流動了 即是否由沒有這份工作 在香港去到 假設剛才說 維州 我可以找到一個生態略的工作 那我做到那個職業 那是否等於那個年輕人 已經是向上流動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是很值得大家去深入的理解 我覺得起碼你會看到這幾條題目 才會調整整整條題目 但我覺得你又不是完全 就要這幾條題目很好 但我覺得在層次上 都是比較潛流於第一 第二條問題 譬如正方你一開始嘗試 去網站香港的群眾 你一開始你訂的時候 你訂得比較高的要求 你說有一些行業 事業 居住環境上面 都有建築的提升 但是跟著你 在整個主線的推進 或者是比賽的後部份 比較多就是它說 其實就算大灣區有多少機遇 都好香港人都不想去 於是你又用很多的檢查 去論證 就說有多少大的原因 差不多第二負面值 就是整份稿 都是說有四個原因 五個原因 香港人是不會去的 那我覺得這個在論證上面 我覺得有少少奇怪的地方 就是你作為政方 你應該告訴我 要不就說 內地是沒有那些 香港想要的機遇 要不就說那些機遇 香港人是爭不了的 但是呢 你的說法 就不是說他們沒有這些機遇 你的說法 是說香港人不會想去的 那我就會覺得 如果有這些機遇 而香港人不去 那我就等於 他沒有解決到 香港的分數 因為你這樣林鄭的話 會變相 整個不照你這樣說 其實香港人 連輕人流動 不到一個分數就是 他們不願意去找機會 我的感覺是 就是說 你講到好像 其實那些地方是有機遇的 不過香港人就不會去的 他們有怕治安 有怕環境衛生的問題 有怕制度問題 有怕各樣東西 那如果是這樣 就是你對香港人流動的困局 就是在於他們不願意發握機遇 也都可以這麼說的 如果你要這麼說的話 但是你也要提出明顯 到底你的分數是怎樣 如果我覺得有一點奇怪 就是為什麼會把焦點 放在我們不願意去呢 你到底是解決到還是解決不到呢 對應到還是對應不到呢 我覺得那部分反而是不值得說多些 那去到第二個論點 你們就說 其實去到內地 或者去到大方區 雖然是多個機遇 但競爭也一樣是大了的 當然是 但按照你們這樣的說法 你覺得一個怎樣的環境反方 是有問題的 就是在你們心目中 還是在解決香港的流動的困局 其實反方問了他們很多次 是很反建議 我覺得更好的問題 應該是問 如果按照正方的說法 我覺得是沒有分別的 有大灣區沒有大灣區 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機遇多了 競爭也多了 那照正方的理解 你立場上 是不是覺得年輕人 是不應該去大灣區發展 去領他 我們是應該去大灣區 自己孤立自己 還是還是都要在大灣區的計劃 和定位在裏面配合他們的發展 還有是否鼓勵年輕人去北上創業 或者去內地找機遇 我覺得這個立場上 是更值得去問 正方有沒有其他反應 因為的其實在這個環境上 就算他有沒有反建議 和這個系統的困局解決到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正方的立場就是 香港有一個困局 而大灣區都解決到這個困局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死局 他可以跟這個系統的環境上 所以你不斷問他反建議 對於你反證的問題 是不是完全足夠的 我明白為什麼你會這樣說話 你意思就是 我講到這樣你都覺得是沒有幫助 即是你理解了 即是沒有任何方法解決這個困局 但如果事實上可以是 事實上那個困局 可以正正就是 回大灣區又解決不到 在香港本身就解決不到 所以無論你怎樣都解決不到 如果正方拆開了 即是說 樓甲升得那麼極 或者物甲升得那麼極 就算你去哪裏發展 都解決不了這個困局 那他可以真是 拆一個拆開在 無論香港還是大灣區 都不能 所以我覺得你反而 如果你想公開那個立場 應該是 你不建議年輕人 走出香港 去其他地方找寄院 還是你覺得 反正競爭都是這麼大的 我們留在香港和他那裏 是沒有分別的 還有你們有提過的 中間有一個挺強的模型 就是 你不去大灣區發展 那大灣區的人 都會來香港和你爭 所以你不問正方的 你覺得香港人 應該只在香港這個地方發展 然後其他人 圍到香港和你爭 或者是否人家都會和你爭 不過我們都會走出去 去拿別人的機遇好一點 就是你可以比較一下兩個狀態 你可以比較一下 你叫做 不到大灣區發展的狀態 以及到大灣區發展的狀態 你應該問 哪一個狀態 是這麼有利 那我覺得這個是好一點 好了 這個就是處理了 剛才我一開始提出的 四點的頭兩點 就是 就是回內地 是不是可以有這些機遇 那第二個層次 就是 就算有這些 香港比較少的機遇 在內地可能提供到的 那是不是等於影響上流動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 這應該是正方 今天去攻擊反方的地方 因為反方的論證手法 就是有百多間企業 在內地就坐立了 那香港人證明他們 是願意回去坐立 接著舉了一些 成功的個案 甚至乎 你們中間又提到 就說委員 用800元去請 香港人上去做 那我就想 那個情況 是不是一個普遍年輕人 真的可以做到的職業呢 但是我希望我肯定 我去華為他不請我 我肯定 最白癌 如果他請我 就馬上去 都算了 對 我做正方的定 我也不去清理 很差 但是 假設一個人 更加重要 正方的定義 如果是20幾歲 就去華為 我不覺得這麼容易拿到 就算有的 是極少數 所以今天我想提出的 就是反方說的那些情況 到底是否普遍 是香港未能夠向上流動的 年輕人 如果一個香港的年輕人 他有一個這樣的競爭 可以在內地 賺到800元的薪金呢 我覺得他在香港 應該都不是處於一個 不能向上流動的狀態 就是應該都幾有競爭 所以我自己覺得 正方今天一個 對你們有利的位置 就是你應該拉到寬一點 將向上流動的要求 令得高一點 就是標準 何為有 解決 就是解決這個字 解決是一個 不是有助 我理解應該是普遍的年輕人 都在面對這個困難 不是只有少數的 社會上的精英 有能力 可以爭到100元以上的 一個職位的青年人 可不可以幫助他們發揮 而是大部份香港的年輕人 是否這一類 可能大部份香港的年輕人 是未必進入專上教育 就算進入去 都未必是學士學位 學士學位 都未必是三大 或者是一些比較高學力的人才 這些所謂的社會精英 一定不是社會上 大多數人來的 我覺得你定義上 你應該說要解決 普遍年輕人的困難的時候 到底他們需要的 是否反方跟我講的那些成功位置 和他所講的那一類的工作 我覺得你這樣去質疑 反方就會令到他要冷靜 有效解決到這個困難的門檻 高很多 那就不能夠那麼容易 透過一些例子 就好像調整到 其實來地基於處處 很容易就可以向上流動 我覺得這個 你應該要把這個門檻 提得越高 就好過你們 放很多蝙蝠 只是去攻擊他們 不會肯上去的 我感覺好像是 其實他解決了問題 不過香港人不肯去 就是這樣會好些 你提高門檻的 正確程度會好些 其實這個柱面有的 其實柱面有的 你的柱面一定的要求都高的 要在事業上 居住的環境上 各個層面上 都有所提升 還要是整個社會階層上的提升 才會上流動 其實正主的時候 你是把門檻看得高 但去到後場 你就沒有再拿這個門檻 逼反安和陸直 即有幾多年青人 可以真的在社會階層的 向上的階梯上面 是真的流動的 我覺得這個反安 就比較不容易 這個我覺得正在策略上面 可以做多一點點的攻擊 大致上的看法就是這樣 剩下這三個名牌 應該都很多寶貴的 可以給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最後有請楊宇天老師 他會答個中文電路 所以前序獎 廢話大眼睛 我坐在這裡 剛才這位名牌 這房間很充足 我真的很充足 首先我想問雙方一個問題 是否每一個行業的人才 即金融業、物流業、創工業 他們是大灣區發展的機嫌 可以多個去跟他們 這個我是不知道的 但你們身為這個比賽 你們可能應該是一個立場的理論 就是因為去到後期的時候 首先他講一個故事 就是那時梁振英不詞 手梁振英很輕叫人 那些年輕人就有殘免 那些年輕人就有殘免 那些年輕人就受到苦流 你不如回到大陸發展 又向黃西發展 之後就發展 港大陸的那些 那些 那一陣子好像說這些 然後港大的內地 大陸的教授 尋找一個反國的論 其實那個反國的論 怎樣是正方 可以用來反國反國 那為什麼 他就說 內地 有五十萬個高級的管理職位 然後李大陸就說 其實他所謂的職位的人才 需求沒有法成的 其實都是一些中層職位 而所謂中層的職位 他就不是給一些所謂的 即是你人意的整年 是給一些什麼呢 可能你已經出來社會 做事十幾年的 十幾年的 學業的經驗 你有管理人才的經驗 和你的學業都是OK的 那內地是需要這些人才的 那雖然內地是不需要 他要到哪裏慢慢地去說 他要到哪裏 他要到哪裏 外地是需要香港的青年人才的 因為你呢 他們需要一些中層的管理人才的 因為如果他想外地青年的話 他要清年人的 那他要到外地的青年 這個樣子 其實你是可以反過 一件事就是 田文俊 我田文都說的就是 香港的青年和外地青年離婚 香港的青年 香港的青年 近來的程度不夠內地青年 香港的青年呢 距離了內地的文化 前規則 其實都不夠內地青年 如果你是一個內地的企業 內地的公司 你為什麼要請香港青年 香港青年人 都還要求那個內地青年 其實這個情況是由韓國 但是我覺得 你應該繼續去多過 那些文化 他們的文化 就是 你一個內地的企業 你應該要請一個香港人 香港人 什麼都 他條件沒有內地人那麼好 那在競爭的時候 香港的青年 其實上去打 他未必真是這麼強的優勢 我覺得 因為那個政官的義父 他講很多青年人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做汽車做石化 我覺得其實 好像阿賴山那一國 他沒有興趣 或者他不這樣上去 好像不像大外區 不是大外區的責任 就是 我覺得那個香港 我不想理解 但是我覺得 另一個人可以論點去講 就是 一來外地需要的人才 不是香港青年 是吧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 香港青年的競爭 與外地青年的競爭 跟我們青年的競爭 其實呢 但反方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突然要問 一些人覺得金融業 金融業 在大灣區的機率多 就是香港的金融業 你都立場上 有一個大外區 我很喜歡你的答案 因為其實 你打個比賽的時候 你都是這樣認識別人的 就是 我們都搞到創科業的東西 創科業的青年都可以賣去 但其實你好像沒有物性 另外 其實其他方面 可能是香港的物性 但我是沒有立場 我覺得反而你一定會有一個立場 就是因為 為什麼呢 就是 一個大灣區的好處 你都覺得中間比較低 可能人工比較低 其實是適合創科的人才 因為香港創科很殘 你又找不到地方 又貴很多人 所以呢 政方呢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準備 他就說 如果你只是解決了創科人才 其實是解決了香港 因為香港的情報很多人才 那我就 但我不知道 就是 如果你們打比賽的時候 你覺得香港一個金融的財中 他應該回大灣區多些前景 還是應該是香港的發展 因為香港金融業 大家知道香港金融業 是世界的 就是我們有紐約的財中 之稱 其實香港的財中會不會好些 這個不是其實 你們要想這些 好了 然後呢 所以我覺得 如果政方打主要行業 即是金融業 在港幣自動 因為香港本身已經很成熟 那時候的財中是五年 我想想你都準備了 你們的習慣 OK 最後說回一些資料的引用 雙方我覺得要做得好一點 就是 譬如政方有一些東西 是沒有資料去支援的 我有一些驚訝 譬如政方 如果158家的創科公司 可能有些加上資素 我覺得可以加入資料去支援 否則你質疑你而已 那還有政方建議 那大把青年人 就講了一段網路 那我不是評價 有沒有青年人在那裏 那你可不可以說 那你所謂的大把 就是會容易調查呢 那昨天我看到一個民調 他們說 只有2.3至2.8%的人 是青年人支持那裏 那我不知道 是的 所以我都知道 那反方呢 反方也是 反方就是 你們會用個別的例子 就是會回應一些平均數 譬如人家說 即是人家說 深圳平均的工資 那你就要回答國行為 就會用8萬元去請一個人 是的 那賣收都很清楚 就是你可以一間公司 去反對人家的一個平均數 平均就是平均 個別就是個別的 反對平均 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知道就是 158家香港人 在大灣區創業的公司 有很多的資料呢 其實我覺得158家 有很多 但是呢 正方又 不知覺得多不多 反方當然覺得多 其實我是不知多不多 所以我覺得 建議就是 這些東西都可以用多些資料 去支援 譬如香港的數量 大量的數量比較 那可能輪性的多人 或者用外地平均數比較 或者人口比較 那我覺得需要多些 就是這些雙方在輪性方面 都可以用多些資料的輪性方面 可以用大審就的 沒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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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結果已經有了 現在宣佈賽果 在宣佈賽果之前 剛才宣佈本場的最佳辯論員 本場的最佳辯論員為 是反方協一中學的結論員 是反方協一中學的結論員 是陳明一同學的 這一場是有兩個最佳辯論員的 而另外一個就是 反方協一中學的結論員 林明一同學 謝謝 本場的賽果將票數決勝 正方今天7票為0票 反方7票為3票 即是說賽果今天是由協一中學成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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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